好,这个档案呢,是用来显示头指两个骰子所可能出现的点数和从2到12之间,它所可能出现的这种几率值。 那我们呢,左上角这里有一个播放钮,只要按下去之后,它就会重新去跑。 那么我们现在设定这个头指的次数是300次,我们可以拉动这个地方去改变我们头指的这个次数。 那同时呢,我们白色这个部分,白色这些长条呢,虚线长条是理论的几率值,OK。 那它最高的是这个7点,点数是7点,那么上面是我们几率值16%,我们可以把这些理论值呢,把它藏起来,我们可以按这边勾权框把它点掉,那它就藏起来,或者是把它打开。 当然你可以按下面这个on跟off,那一样,这个是一样的意思。 那我们这个中,正中央这两颗骰子呢,会一直变动,同时呢,它的点数和也会显示在这个地方。 好,所以我们这个,呃,这个式子呢,这个例子呢,就是说,我们可以去改变,啊,这底下这个地方。 这样,那改变它的次数,比方说我们改变成200次,那么头的速度让它稍微慢一点,OK。 好,然后呢,我们就可以去再按一下,啊,头值。 好,所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就非常方便,我们不用拿真的骰子来丢,丢个200次。 我们只要让这个程式跑,那么基本上呢,我们就可以看出来,呃,真正的骰子在跑的时候, 然后,它丢了200次之后,跟我们的理论的几率值,啊,到底之间它有多少差异。 那这个Rantic让我们很快看到,哦,原来我们丢这么多次之后,我们的理论值呢,呃,基本上还是非常的准确的。